好久沒和大家見面的另類文具又回來了 今次介紹的是在整情侶手機殼的影片 大家看到的手動黑字貼紙機 名字是我幫他改的 對於學生哥來說 這東西其實真的蠻好用的 首先示範一次怎樣用 手柄位輕輕按幾下 就看到黑色的貼紙已經移了出來 在這個時候就可以把粉藍色的字母盤 移到你想要的字母 我想要Bambi這個字 B字、A字 移到正確的時候就大力按手柄位 它的技巧純粹是你移到正確的位置 而且要大力按下去 提提你頭尾的位置也要預留一些空位 寧願太長自己用剪刀剪 最後移到剪膠紙符號的位置 我們大力按膠紙就出來了 另外尾尾有一個走斬位 方便你撕這張貼紙出來 說回機的結構方面 轉一轉中間這個螺絲位 移到這東西出來之後 粉藍色這個字母盤就可以拔出來 一套裡面就有粉藍色粉紅色 和粉綠色三個字母盤 粉綠色就是正階的大階字體 粉紅色就是正階的細階 還有一些符號 我最常用的粉藍色就是鳥草的細階 鳥草細階的字體就是這樣的 安裝的時候就把字母盤的坑位 輕輕拼在這部機上 膠紙底夾在中間 然後再扭這一個蓋子 把這三樣東西拼起來就大功告成了 這次我先刻自己的名字 Susanna 這個名字其實是我幼稚時爸爸幫我改的 小學用到初中了 現在已經沒什麼人知道這個名字了 不過我依然是很喜歡這個字的 大力一按 貼紙又出來了 這隻是娃娃字體 頭尾我弄了個心心和猩猩的符號 不想貼紙帶的尾是齊齊的話 可以像我這樣 自然一個C帶尾狀 看起來就沒那麼鈍了 你把自己的名字刻出來 貼在文具上面 例如一些各個人都有的計數機 你可以標示這部是你的 甚至是經常都跟人撞的Muji鏡尺 又或者是當裝飾品這樣貼上去 捲膠紙用完的話 當然可以買補充裝 我就在Lock On買的 它還有其他顏色 好像有墨綠和紅色 你可以隨時用一下 就換捲膠紙顏色 另外這裡還有一個位置 可以讓你勾著這部機 平時我收起來的時候 就用一個大的膠袋套著它們 這部機是我年多兩年前買的 現在應該Lock On也還可以買的 不知道下次拍什麼文具給大家看好呢